預備 3 2 1 開始 理會獲得開箱選擇權 各位觀眾 歡迎您通過熊貓直播平台 觀看中國石家莊2018 喬世碑中世八球國際公開賽 中國區選八賽 第一階段96近48 雙败淘汰的TV台現場直播 大家晚上好 我是蘇星源 大家好 我是張慶勇 張指導 晚上好 蘇您好 本場比賽對陣的雙方 是屏幕左侧 來自天津的球手劉洋 對陣屏幕右侧 准备上場擊球的 來自辽宁的球手李輝 比賽采用17局9勝 100分鐘限時 雙方輪流衝球 開球失機 一上來 李慧這一邊很明顯啊 開球失機 劉洋這邊可以選擇 自己繼續擊打 或者自己衝球 或者讓對方繼續衝球 常見的模式一般就是 自己來去打或者自己開 那非常規則里邊呢 有些時候呢 會有些博弈的心理在里面 是要繼續擊打嗎 感覺到對手 比如說開球不好 或者對手有一些累積的兩次開球失機了 會去堵 讓對手去開 劉洋這邊也是啊 看到球型不太支持自己上手進攻 選擇自己來開球 細心的觀眾都會記得 在去年的金球十月 在同樣在石家莊 劉洋是首届中世八球國際公開賽的冠軍 手握世界冠軍的頭銜 本次比賽他也是作為衛冕冠軍的身份 參與到中國去的選拔賽 沒錯 並且劉洋換了球肝 從之前使用很多年的蜂木球肝 變為了白拉姆球肝 對的 看看他這一次 能不能跟自己的新兵器啊 產生良好的化學反應 第一局 劉洋重新開球 我先有球軍帶 算兩個球四 我們來看看選球 兩位球手呢 在今天上午的比賽都是獲勝了 本場比賽獲勝的一方 將進入到本次中國去選拔賽的第二階段 對 那麼本場比賽落敗的一方呢 在明天還有敗部的比賽 是的 而且咱們這個李徽啊 早上的第一場九點 對 也是上過一次TV台了 對 對戰的是周辰 這邊的劉洋上手我們先1K 有機會一定要爭取 先把10號球打掉 10號球這個位置 進攻起來 確實是不好找這個線路 黑八向上打 或者紅三 上面一點點往右邊底帶打 都是一個難度球 過紅三 早上用低竿向下走 交到12號12號叫9 8號可以交左邊正帶 這個安球基本就是貼著4號球往右下方走就好了 過黑八 在上午的TV台的比賽當中 咱們介紹過李徽是之前參加過職業的斯諾克比賽 其實劉洋之前也是打斯諾克 對 有打 有打 力度稍稍有点清 沒有給對手任何的機會 一舉劉洋盛 與崩國開球清團 開球清團 9分4個 4號 3號 2號 3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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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 4號 4號 5號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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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刘洋开球 这又是有过线进球 第一杆 李辉 开球时机 刘洋炸 青台 骨头到刘洋炸又是有求线 这局面又是不错 其实从丘干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对于丘干的纹路 包括一些箭头正反等等这些 没有依赖感的人 倒是可以去偶尔尝试换一下 比如白拉木换到蜂木这样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 从蜂木换白拉木好换 但是从白拉换蜂木不好换 首先是因为瞄准的视觉里面 可能没有自己习惯的一个箭头在里面 对 我们经常看到 就是一个参照 经常看到像陈志康 还有像斯诺克里面的 附加郡等等 都会画一个箭头在前面 或者画一个盖 画一个线 就是个人习惯 瞄准放到正方向上 这一面一定要放到正面 都是个人习惯 对于这种没有依赖的人 可以去尝试 然后另外就是力感 蜂木的力感更绵韧一些 打出来的球 尤其在一些下赛 立的后面的鱼力 会更感觉后劲比较足 而白蜡木打出来的球 它的反应效果更直接 速度非常快 是的 然后在这个加赛让点上 白蜡木的这个更稳定一点 蜂木这边的可能稍微的修正的 要大一点 对 通常来说 你就是说不要跟这个顶级的一些木料去比 大家可能通常都有一些小小的 就是不了解吧 也不能叫偏见 就是不了解 都会觉得蜂木会比白蜡木软 这是相对比的 如果是一些顶级的好蜂木 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高 没错 对吧 距离其实很好去说明 比如说斯诺克里边的 斯蒂芬·亨德利 斯蒂芬·马奎尔 这些包括斯蒂芬·李 三个斯蒂芬 他们用的都是蜂木球根 而蜂木在斯诺克里边 它球台又那么长 对吧 距离又那么远 而且能打出很强的干法 地干拉回来下赛等等 等于说其实顶级好的蜂木也不软 下赛修正上也不会说特别大 关键就是在取材用料上 平时我们常见的蜂木 不会是特别好的 是的 跟木料的等级有关系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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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 一会开球 加大力量去炸球 效果还不错 因为之前一上来就开球时机了 对 但能明显看得到 像这种方式 比如说李辉的封闭式 凤眼架的大力冲 跟刚才的两盘里边刘洋 它就正常的 比如开放式手架的 然后蓄力的往前往后拉 往前送满杆的这种冲球方式 炸出来的局面明显 刘洋的局面要好 更好一些 对 就是力量更合适 再过来看看K完之后 效果怎么样 还是定了花色球 右边来看看48缝隙中间 9号能看得到 上方12球是个大的反角 9号是看不到的 所以刘洋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位啊 具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忠实8球的球员 另外几位呢 向大家熟悉的杨帆 郑宇博 对 还有吴振宇 张广豪 张昆鹏 包括一些分战赛的大时赛冠军 这段座还是打得有点薄啊 本一肯定是不想去贴住十一的 要勾十二 这角度还是可以带 中高端发力 十一号球 可以到上边 红三挡住了金银宫的线路 打9 从下边高端可以走两口出来 再叫十号 入了几点 再走 这个角度是支持可以下低竿向上的 并且有机会去带十一号球 干法要放低 力量呢不需要特别大 将这个分离角打着就可以了 没有带到白球左边中带 带口十号球还是可以K 大概打三分之一的位置 右赛用的强一些 力量不需要特别重 干法放到中端 中低端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 自然的用赛去K 在我们常规的球迷的印象当中 中世八球的这些冠军 都更多的来自于东三省的地区 或者有东三省背景的球员 那么像天津的抬球的实力 确实在中世八球的版图来讲 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也比较强 对 两位世界冠军 一位是刘洋 一位是石汉青 这不可忽视 天津还有好多名将 对 刘松 郑恒 周全等等 周全 那再往前面说 其实还有好多在天津打得不错 李耀奇 对 甚至于说田慈 还有陈立生 然后还有鱼子 对吧 非常准 AST 这边是 一位是 天津等 有一位是 第二局 领回首 第三局 领回首 比分1比2 第四局 刘洋开车 第四局 领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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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 冲完之后白球迅速的一个停顿 然后向屏幕的左边过来 如果是正的话应该是正前方或者正后方 上手选单色 稍稍有点轻 还能看到大概整颗的白球 上手可以有把握 下一点点的迪竿打进黄衣 弹扣起来 较轻 如果轻推的话 球要求就是打相反 左上方的迪带 下迪竿发力就是打同带 确实这个姿势很别扭 对 有点够 不好打 对出干的质量要求非常高 对出干的铁儿 把我的加指律伟斑起来 现在刘洋尔目区可以带一下边裤的一棵 带到再上来 先接球 有没有一颗好打的 有没有一颗好打的 这一干接力非常准 有没有一颗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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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是有说法的 正常比如说我们在观察球的时候 拿过来架杆怎么来放 放到台面这个位置是合适的 但是千万记住在观察球的时候 后边后把不要放到台帮上 放到台帮上很容易滑下来碰到球 还有就像那天打完之后 就打完之后你又没有把握拿 你打进你就走好了 然后裁判过来拿 因为有些时候刚好是你打完之后 加干是放到这个球里球的缝隙中间的 然后你的注意力全在进球上 对 一抬手万一轻轻刮了个薄片 所以细节这东西一定要注意 对 二毫米交道六号再来过渡 我这一杆球是肯定不能太轻的 必须要低杆发力横向的交道三 然后再利用二号球向上去交 加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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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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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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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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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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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